你说嘴巴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 嘿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仙卜包 我们中国人比较喜欢那种薄嘴唇 但是欧美那一块他们更喜欢厚嘴唇 所以他们那边很畅销的一个产品就是 风唇器 这个东西呢在我们这种厚嘴唇的眼里 简直就是一个噩梦 就是我们的嘴唇本身就已经很厚了 然后厚也就算了还翘 就特别特别的丑 可是在欧美人那一块 他们看起来这就是特别好看的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什么时候能到中国呀 所以我买了这个风唇器 我想试试看我这个嘴唇已经很厚了 那么用了风唇器之后 能不能用这个厚嘴唇去欧美出道呢 当一个歌手 你说是吧 开箱 这个刀也太风力了吧 欧美风唇神器 这个样子怎么看都有一点点奇怪吧 我要学这个女生一样把这个东西对着自己的嘴里 怎么感觉都很奇怪 还送了一个这种小贴片 应该是放在这里面的 这样的话你可能就能弄出那种吐唇了 这里有个按钮 按一下 它应该就是震动了 然后再按一下 又震动了 应该是中等模式 再按一下应该是最强模式 这真的是风唇器吗 那么我们来试一下 当它开启的时候有一股吸力在吸你的嘴巴 再试一下 它这使用的感觉有点像就是你去提倩的时候 压你这里用一个东西 把里面空气抽光 然后只不过这次不是手臂 它是嘴巴这一块部分 你们还是不要有其他想法了 这次我们试试最强的难度 有变后吗 它吸的你嘴唇不由自主的往外翻你知道吧 这个最强的吸力感觉要把你嘴巴给撕破了一样 建议你们不要有其他的想法 那么我们按照它上面说的质疑是呢 没了 它没电了 那么我们去冲一会电再见吧 那么我们继续尝试一下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嘴巴有没有变化 我的嘴巴不是很好看 大家理解一下 感觉除了下面变黑上面变红一圈之外 没有什么变化呀 而且我抽了两个小时的电 你又没电了 嘿嘿 嘿 醒醒 它又没电了 我录了50秒都不到的时间 它又没电了 这很打击我的创作热情啊 即使它很垃圾 我们也要对它负责任 那么待会再见 2000年之后 录这么一个开箱视频 我没想到录了几个小时 你持久一点不能那么短呢 这次我把那个东西放进这里里面了 然后我们再来试试30秒之后 我的嘴唇会怎么样吧 现在先注意我的嘴唇是这样子的 好吧我知道很丑但是没有关系 你没有关系好冷鲜 眼睛 悉更于眼睛 地上 过着 好的 好痛喔 嘴唇好像的确变厚了 但是这个东西吸的你这里好痛呢 感觉起来又没什么变化 我们再来一次 哇这里真的好痛啊 你又没电了 就上面完全就红了嘛 上面说如果说你是用最轻的话是要30分钟 绿色的话就是20分钟 红色的话就12分钟到15分钟 如果说12到15分钟的话 可能你的嘴唇能像变成欧美那样子的样子 但是你一定会痛死 我不允许开箱我还要失败 所以我准备用最大马力12到15分钟 来试一试吧 既然它充电速度这么慢 我边充边用 我一定要看看12分钟以后 我的嘴唇到底能变成什么样 嗯 嗯 哦 边充边用用不了哎 垃圾 这东西它居然卖100块 它居然卖100块钱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开头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嘴唇它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好吧 今天就先给大家带到这里了 我是千宝宝 如果喜欢新宝宝视频的话 点个投币点个收藏点个订阅 都是可以的 因为你这小小的订阅 对我是很大的帮助 好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各位 我会儿的试图 我会儿的试图 你会儿的试图 我会儿的试图